欢迎光临林芝米林国际机场 想必大家都知道我来这干什么 稍后直接前往林芝站 欢迎光临林芝站 刚才从机场打车过来大概40分钟左右 这个站修的还挺气派的 也刚开没多久 所以吸引了当地的一些居民过来拍照大卡 那具体里边啥样 咱接着往里走 即使其中间参加了一个商量 没有呢 它 tra reps 当然又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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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这个金光闪闪的腰线 它甚至可以反光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把我进站的时候吓了一大跳 现在我们去那人车头看看 那里长什么样子 这是新的高原筒的内燃端 第一节头车带司机 第二节纯动力车 给的型号是复兴内三 即002B 这是这一端 这端完了之后开始算一号车 这个车和现在咱们正常在用的动机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这个车厢 大家可以仔细看到明显是一种古型的 这里酒车 那应该是统第一次带商务 这就是商务车 然后它和BFGZ不同的在于它用的一个应该是正于古的设计 就是和那个布局是不一样的 但是把这座吧老毛病还没改 不说了 懂得都懂 好吗 好吗 然后这个车另外和普通的动机不一样的一点在于 它有着所有高原车相同的配置 可以有应急的供养口 但是同时呢 这个车本身也在进行全车的弥散式供养 拣换大家的高原反应 这个车本身也在进行全车的弥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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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和BFGZ车型相同的就在于 这个新布局商务也支持投屏的功能 但是好不好使嘛就不一定了 但是对那些要 campus的 X标本几 whoosta是是为了 所以这网站我们熟悉了 这样是简直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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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